谁会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我也不相信 幻塔预约竟然又涨了200万 前几天还只有1300多 好家伙 做才几天啊 竟然涨到1500万了 开放世界很火都知道 但火成幻塔这样的 有一说一还真少见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幻塔能火成这样 它的吸引力究竟在哪 首先是游戏题材 二次元开放世界不少 但科幻风格的却很新鲜 幻塔刚好补上这块空切 科幻题材本身就火 从黑客帝国寺缺人引进 三体动漫预告公布 有多爆炸就能看得出来 然后是游戏画面 虚幻4引擎打造 幻塔游戏画面本身就不差 制作组还又挂了好几波 人物模型细节等方面 也经过了四次测试打磨 现在怎么看怎么慎眼 最后是核心的玩法 同类游戏有的幻塔也有 但幻塔有的 就很多都是新鲜玩意儿 比如200多项可调节捏脸 在二次元手游里就很少见 可以随便捏自己喜欢的样子 还有数量丰富 功能各异的载剂和延气 既方便探索 也给足了新玩法的开发空间 小伙伴们猜一猜 幻塔12月16日 空操那天会被解成什么样子呢